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2月23日23点42分联合报记者 毛婉婷 台北报道能人家伤丁关浩在第四节决胜时间投进逆转三分球 记者于成汉 摄影分享身为本季唯一上位吞下败仗的球队 能人家伤昨天在HBL八强赛面对松山高中 丁关浩先在中场前面3.8秒顶住压力三罚剧中 又在倒数6.4秒砍进生涯首次的准绝杀三分坛 助能人成功上演逆转秀 以84比83气走位免军 能人抢下八强第五胜 提前拿到前往台北小巨蛋的门票 丁关浩又轰进制胜三分球 于队友庆贺 记者于成汉 摄影分享半场打完能人落后对手6分 写团队篮板落后松山13颗 中场休息时能人叫头林郑明开骂 我跟他说 你在省力啊 是要准备打下半场吗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了 丁关浩也因此被唤醒 下半场回神 尤其决胜结投进三颗三分球 下上三罚独拿12分 最后与林彦廷各拿面2分 关键时刻丁关浩都知道自己该扮演什么角色 林郑明说 而丁关浩先稳住三罚 最后再标进制胜三分谈 他说 只有第一罚比较紧张 后面两罚就平常心 罚进后丁关浩没有太多想法 只想住把防守做好 因为那时候球队还处于落后状 泰 至于制胜三分球 他笑着说 球刚好有空挡 是生涯最海的一球 松山高中林立左砍进全场最高的30分 记者于成汉 摄影分享虽提前收下晋级门票 剩下的两场比赛 丁关浩仍要全力抢胜 希望能带住连胜记录前往小巨蛋 或不怕连胜中断 要朝住这个目标前进 而未免军主控林立虽标出全场最高的萨分 不过关键时刻发生要命犯规 让丁关浩有三罚机会 四季最后两罚也没有罚进 能人加伤加油团 记者于成汉 摄影分享能人拿下自育赛起的十三连胜 散居八强榜首 南山高中四胜一副赞居第二 松山此一吞败后 与高院工商 光复高中同以三胜二副并列 而胜场未开张的东山高中及一胜四败的青年高中确定遭到淘汰 女子组部分 勇人及南山高中都抢下第五胜 提前晋级四强 而胜五负的东泰及护江则提前出局 分享分享留言烈意